冰冻一直是保存东西的最佳方式之一 而地球表面就有10%常年被冰覆盖 这些不仅仅存在于地球两极的白色世界 很可能隐藏着一些最神秘和最惊人的事物 有些谜团科学家至今都无法解释 从身怀诅咒的远古冰人 到世界最大淡水湖中的奇异冰环 本期地球军就为大家带来了 十个冰层的冰层 新来的观众可以点赞和订阅小铃铛 以免错过精彩视频 话不多说 让我们进入正题 第十个 更新式植物 一些冰河时期的松鼠可能不会想到 它们当初囤在洞里的种子 竟然会在三万多年后被人类挖出 2007年 一群专家在俄罗斯克雷马河附近的洞土地下38米处 发现了70个北极地松鼠的洞穴 并且还意外找到了60万颗冰冻的种子 在它们附近的洞土层中 还有猛马 野牛 皮毛细的尸骨 用放射性探定年纪数测定之后 科学家认为这些种子来自三万两千年前 随后科学家们把种子里面的部分组织取出来培养 令人惊讶的是 过了一段时间 它们居然真的开始发芽生长 有的还接触了白色小花 而且一年后重新长出的种子 全部都能正常存活 没人知道这些种子 为什么可以存活这么多年 但一些科学家正试图通过研究这种植物的基因序列 来揭开它们能存活这么久的原因 它们认为这个发现会对人类在气候变化后 照顾其他植物上很有帮助 乍一看这些植物似乎没什么特别 但想想它们穿越了几千甚至几万年的时光 就感觉非常神奇 居住在热带地区的人们 可能很难想象什么是真正的冰雪事件 2020年3月 一股强冷风袭击了美国纽约州部分地区 居住在纽约州西部伊利湖附近的居民们一觉醒来 发现自家房屋竟被厚厚的冰层所覆盖 但对他们而言 这幕冰雪仙境更像是一场冬日噩梦 虽然附近居民在此之前 也遇到过被冰雪封门的天气 但如此糟糕的情况 还是第一次出现 人们几乎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切都是真的 被冰完全覆盖的房屋 看起来就像冰雕或电影《冰雪奇缘》里的梦幻建筑一般 尽管这景象确实梦幻离奇又赏心悦目 但由于屋顶承受的重量过大 居民们担心冰层开始融化时 房屋结构可能遭到破坏 导致房屋无法再保持原状 气象专家指出 导致这一奇幻景象的是当地遭遇的连续48小时的狂风 当处于零下8到零下3度的低温环境中时 拍打在房屋上的湖水就会结冰 并形成一个个冰柱 一位接受采访的居民表示 这幅景象的确梦幻美丽 但自己绝对不想再经历第二次 第八个 奥茨冰人 1991年9月 两名德国登山游客西蒙夫妇 来到意大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探险 在一个1万英尺的山谷中 他们发现了一具躺在冰雪中的尸体 起初这两位探险者以为冰人 是一位发生意外的现代登山者 而科学家的研究发现 他是一件也许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无价之宝 根据这个冰人被发现的地点 他被称为奥茨 奥茨在冰雪中沉睡了5000年以上 他也许是在自然条件下 形成的最古老的木乃伊 而自从奥茨被偶然发现后 五名曾经接触过这具干尸的人相继死亡 尤其是发现者西蒙 在发现奥茨的地点 跌入300英尺深的山谷中摔死后 奥茨诅咒就开始在民间流传开来 而且越传越邪惑 传言说这些人之所以死亡 是因为中了奥茨的咒语 但也有一些人表示 与这具木乃伊接触过的人 超过了150人 除那六名已经去世的人外 其他人全都健康地活着 生活完全正常 有的肯定还会很长寿 如果奥茨诅咒真的那么灵验的话 其他人的情况作何解释 与奥茨诅咒有关的 唯一一个可以肯定的事实是 这一说法给当地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据统计每年约有25万人 到保存奥茨的博物馆参观 给这个博物馆带来了 260万美元的门票收入 一个关于奥茨的网站警告称 不管你是否相信 诅咒都一直存在 第七个胡安妮塔 1999年 一支南美的登山队登陵安地斯山脉 意外在海拔6700米的山顶发现 一块巨大冰岩 这块冰岩有着人工雕琢的迹象 走近后 大家才发现一位冰冻少女 其身体保存完整 没有腐烂的痕迹 宛如沉睡一般 队员们惊讶不已 但他们都没有考古的经验 而且生怕这具冰封的木乃伊 会带来恶语 不敢过多逗留 于是立即掉头下山 并将此发现 上报给了当地的考古专家 考古学家将其命名为胡安妮塔 并且认为这个少女的死亡 可能与500年前的一场活人祭祀有关 胡安妮塔的胃里 有一些食物 并且含有安眠成分 人们猜测 她在被送上山之前 曾经饱餐一顿 然后换上精美的服装 当她到达祭祀平台顶端时 又被人哄骗着 喝下了含有安眠成分的酒 随后一击重锤 打在她的头上 然后她就死去并且冰封至今 第六个 冰冻气泡 许多人都在网上看到过冰炮器官 透过冰面 一串串晶莹剔透的气泡 被封印在冰层之中 远远望上去 犹如漂浮在水面的珍珠 这些令人震撼的冰炮 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据科学家分析 冰冻气泡形成主要是因为 湖底的水草和藻类死亡后 腐烂分解出大量的沼气 当冬天温度下降得非常快 湖面在短时间快速结冰 而且结冰的速度 快与甲烷冲出湖面的速度时 高度易燃的甲烷无处可逃 只能被困在冰层中 然后形成一个个 被冰封在水面下的泡泡 位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 亚伯拉罕湖 每年冬天都会出现这种器官 当冰融化时 气泡便会破裂 同时发出嘶嘶的声音 需要注意的是 欣赏美景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危险 因为冰冻气泡里的甲烷 很容易被点燃并引起爆炸 第五个 冰雪公主 1993年 俄罗斯考古工作者 在阿尔泰山脉的一处巨大冰盖中 发现了一座古代墓葬 根据分析和年代检测 可知该墓葬的主人 是一位古代斯基泰贵族女性 距今大约2500年 考古工作者将其命名为乌柯克公主 也有人称其为冰雪公主 让人惊讶的是 由于冻土层的低温环境 使得墓主人的尸体 居然完好保存了下来 在乌柯克公主的左肩位置 有一个面积颇大的纹身 它也穿越了2500年的时光 保留到了今天 这个造型奇特的神秘纹身 跟1957年出土于 中国陕西神木那林高土村的金怪兽 几乎一模一样 乌柯克公主是斯基泰贵族 而陕西神木金怪兽 则出自战国匈奴墓 这说明斯基泰人和匈奴人 在文化上有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 随着研究的深入 学者们发现 乌柯克公主去世时 只有大概20岁 为了弄清她的死因 俄罗斯科学家在2014年 利用核磁共振技术 对其尸体进行了扫描 发现她曾经患有肿瘤 而且还在淋巴部位 找到了转移的癌细胞 这说明她曾饱受癌症折磨 除此之外 研究人员在随后的扫描中 还发现 乌柯克公主的骨骼上 有摔伤的痕迹 可能是从马上跌落所致 而这意外伤还诱发了骨髓炎 研究人员推测 由于深受病痛的折磨 乌柯克公主 必须服用精神类药物以缓解痛楚 这一点被尸体旁容器中的 残留物所证实 而她的死因 很可能是吸食过量所致 第四个 一百年历史的照片 2013年 南极环保主义者成员 在恢复一个探险小屋时 发现了一盒被冻结在冰内的 具有一百年历史的底片 底片描绘了有史以来 最倒霉的极地探险队伍之一 罗斯海之队的惊况 尽管底片被冻结了一个世纪 但该团队依然恢复了其中的22章 为世人提供了对此悲剧事件 从未有过的视角 罗斯海之队是1915年到1917年 著名极地探险家欧内斯特·沙克尔顿 实行徒步横穿南极大陆任务的部分成员 当时的欧洲对南极探险表现得非常狂热 该计划是一队船员由沙克尔顿领导 从南桥之亚岛进入南极大陆 而另一队也就是罗斯海之队 从靠澳大利亚一侧进入南极大陆 这是一条为主队伍准备的补给路线 必要的时候 这两支队伍将在中途会合 但这一设想中的结果却完全没有发生 沙克尔顿带领的主队伍因为遭遇伏兵 不得不过早放弃船只 虽然最终历经艰险得到了救援 但也宣告了本次任务的失败 而就在这一切都在进行时 罗斯海之队同样由于恶劣天气和不断的灾害 被困在了南极州的另一边 与沙克尔顿带领的主队伍不同的是 罗斯海之队克服了巨大的困难来完成使命 他们的船在一场大风后 吹离了停泊地 并且无法返航 这导致海岸上的队员没有足够的物资补给 但即使这样 他们依旧将物资安放到了正确的位置 代价是损失了三名留在海岸上的队员 而他们的故事最可悲的是 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 因为沙克尔顿从未接近过他们的补给线 第三个 远古病毒 动土是指零摄氏度以下含有冰的土壤 沉积物或积岩 有别于其他冷环境 动土低温 可利用液态水不多 营养匮乏的特殊结构 为生物群落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栖息场所 被认为是一个储存古老活性细胞的巨大仓库 而气候变暖最明显的后果之一 是导致全球永久动土层 和永久动土悬崖的快速腐蚀 及深度融化加剧 或影响永久动土融化的微生物生态学 这种现象在西伯利亚最为明显 2020年11月 由法国、俄罗斯等国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 在拥有27,000年至48,500年历史的 七个古老西伯利亚永久动土样本中 识别并复活了属于五个不同进化制的13种病毒 并发现其中七种仍具有感染性及繁殖能力 该研究小组还打破了自己创造的记录 他们曾采用同一研究方法 在2014年复活了两种三万年前的真核病毒 同样具有传染性 许多人对此感到恐慌 担心这种行为可能打开潘多拉摩河 但研究小组却表示 这些病毒对人类产生危险影响的风险 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无需过度担忧 不过他们同样发出警告称 超过五万年的永久动土 很可能会在解冻时 释放其他可感染人类或动物的未知DNA病毒 这些病毒在暴露于紫外线 氧气等室外条件后 能保持多久的传染性 以及他们在此期间能否遇到合适的宿主 并使其感染 虽然目前无法估计 但是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 如果永久动土层的解冻加速 并且随着工业企业的兴起 驱住在该地区的人增加 这种风险必然会增加 第二个 北美菱蛙 长期以来 人类一直梦想着学会 如何在深度冷冻状态下保存生命体 并在必要时在未来使它们复活 同时自然界中也存在这样的例子 生活在阿拉斯加的北美菱蛙 能够让自己冰冻八个月 等春暖花开之后解冻 然后重新活过来 它们大部分时间像普通青蛙一样生活着 跳跃和攀爬 直到冰冻季节来临时 才会发生一些奇妙的变化 这时的它身体冰冷僵硬 而且体内的水分也确实变成了冰 无论如何 冬季的菱蛙看上去都像是死去的青蛙 没有器官功能也没有呼吸 但是当春季到来 冰融化的时候 之前被认为冻僵的菱蛙 体内血液竟然开始循环 在冰融三十分钟后 菱蛙开始恢复正常 且没有任何受伤迹象 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 是因为北美菱蛙在被冰冻的过程中 能将尿素和葡萄糖释放到血液中 当这两种物质在体内的浓度提高后 就可以将低体液的冰点 以减缓身体结冰的速度 其次它体内还有一种冰晶核蛋白 能够使冰在细胞外部冻结 防止细胞内部形成较大的冰晶 从而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最后就是它们巨大的肝脏 不仅能储存各种糖类维持生命 而且还能在冬季来临前 主动丢失近50%的水分 提升体液浓度 降低冰点 从而帮助它们能熬过漫长的寒冷季节 科学家们相信 终有一天 它们将彻底弄清北美菱蛙的复活秘诀 这将给人类医学带来跨时代的发展 第一个 冰环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 位于俄罗斯寒冷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 几十年来有一个谜团 一直困扰着科学家 这里的湖面结冰后 形成的冰面并不完美 经常出现奇怪的环和孔 看起来有点像冰面上的麦田怪圈 最大的直径达7公里 并且在飞机或卫星上都可以清晰地看到 最初科学家们曾将该现象 归咎于从湖底升起的甲烷气泡 然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湖上一些很浅的地方也出现了冰环 而这些地方并没有甲烷排放 于是一些阴谋论开始出现 甚至有人怀疑 这是某种未知生命活动 或者干脆就是外星人造成的 为了揭开这个秘密 来自法国 俄罗斯和蒙古的一个科学团队 从2016年开始 每半年就去一次贝加尔湖 在冰环附近的冰面上钻孔 把传感器放入水中进行测量 经过多次收集数据后 研究人员能够更清晰地描绘出 冰下正在发生的事情 他们发现在湖下面流动的温水 会扭曲形成涡环 当这些比平常温暖的涡环 产生环形流动时 冰就会以类似的方式融化 温水的温度差异很小 仅比周围水温高2至4华氏度 但这足以融化冰 并在湖中形成微小的临时冰环 这次冰环的秘密看上去 似乎已经被科学家破解了 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 人类至今都无法解释水里 为什么会形成涡环 这又成为了一个新的问题 根据热红外卫星图像 和传感器数据 一些科学家推测 涡环可能是在冰冻之前的秋天 就已经形成 其原因可能是受到 巴尔谷金湾附近的强风影响 但这也只是一个可能性的结论 谁也不清楚 还要多久 才能完全弄清背后的原理 同时也说明了 人类所了解的世界远远不够 自然界还是有很多奇特的地方 等待我们探索和发现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以上就是地球军 带给大家的 十个冰层中的惊人发现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我们下期再见